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周太頻道 今天準備去一間很滿意的酒樓 就是太古城的西縣 早幾天周先生帶了爺爺媽媽去吃 他們對那裏的點心頗滿意 還打包拿回家吃 今天我找了一位特別嘉賓 就是我的婆婆 我們立即出發去接她一起去吃 立即出發 早上十點半的時候 西縣的門口已經排滿長龍 他們想在11點正式開門時坐好位 當坐11點的時候 所有人可以陸陸陸陸進去吃東西 周先生已經幫我們拿了一張票 205點是桌號 如果早點來拿票的話 就可以坐在雙房 還沒時間的時候 其實老人家都可以坐在裏面的椅子等著 11點我們就進去了 看到環境都很寬敞 坐得很舒服 但已經有很多人了 這個就是我和婆婆 Hello 食物的選擇都很多 基本上一般茶樓吃到的 都會有的 還有一些特色的點心 但值得記住就是這個排骨飯 一定要一進來就立即叫了 否則很快就會消失了 那些排骨其實是透明的 在其他茶樓好像都沒有這種質素 都很特別 吃這個排骨飯有點新鮮的感覺 其實小時候的排骨飯都是這樣的 真的忘記了 婆婆也很喜歡吃這個士汁排骨飯 她還要排最後那幾口飯 第二款很值得推介的就是這個杏汁包 其他地方都很少見的 你看到裡面充滿了杏汁 非常好吃 婆婆也覺得很好吃 我自己真的沒吃過杏汁包 哎呀 掉了 其實上次就是我爺爺說來吃的 吃完之後發覺真的很好吃 所以推介給周太太吃了 還有雷沙湯丸 自小都很喜歡吃的 還有蝦腸 還有這個蝦餃 還有這個菜苗餃 這些都是我最喜歡吃的點心 我覺得蝦餃和菜苗餃都很足料 另外就是我們還點了山竹牛肉球 它說明是100%牛肉 沒有經過生粉 醃出來就沒有發大 真的膽膽肉 周生最後還點了一個迷你珍珠雞 但是我供到它吃了這麼多食物之後 還吃到一個珍珠雞的熱辣辣的 有沒有說哪些好吃或者不好吃 好吃 養養都好吃 你有沒有什麼說 我先喝茶就好了 我覺得這裡整體而言 食物和服務都蠻好 而且帶老人家來吃都蠻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裡蠻好 我們這頓飯吃了471元 吃了7個點心和2個排骨飯 我覺得價錢算是合理 要留意吃飯的時段 是由11點至12點半 然後是12點至2點 所以我們12點半之前 就一定要離開了 那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CLS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